曹景辉他因为身陷假球风暴 遭到兄弟球团不续约 那么他回到家乡花莲 跟交往一年多的女友 开了一间面店 虽然他现在无法打球 不过他私下说 一直都没有放弃他的棒球猛 准备招牌的 我的 端面上桌亲切的招呼客人 你没看错 他就是前职棒大联盟投手曹景辉 因为接受组投性招待 曹景辉被台湾棒谈永远出名 现在他和女友在花莲开了间面店 挥别体坛要重新出发 你平常是喜欢做料理吗 是还好 对 不过很喜欢吃到日生 曹景辉和女友是在和陈志远 共同经营的烧烤店认识 两人都喜欢美食 干脆一起开店 女友负责前置准备工作 曹景辉则是拿起锅铲 亲自下厨 不过曹景辉也坦言 从未放弃棒球梦 年轻一辈的选手会私底下找我 然后追一些 帮他们辅助他们的一些技术的部分 我都有帮忙 重心先放在这边 然后之后 之后 如果这些都很顺利的话 我再去考虑那个棒球的这一块 曹景辉私下也向记者提到 大陆方面频频向他招手 不过他仍然心系台湾 目前只想和女友 专心把面店经营起来 以后的事 棒球梦就再说吧 一电视红本窍花脸报道